生忧大换学 内容大删改 但这部作品依然在动漫界有着神作的美誉 它就是全职猎人 新版删减了很多动画组添加的原创剧情 还有部分漫画剧情也有删改 让整个故事节奏更快 脉络更清晰简单 但少了一些铺垫和心理描写 可能会让看过旧版动漫的小伙伴产生心理落差 不过 新版和旧版都有闪光点 咱就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话不多说 剧情走起 本作的男主是年仅12岁的小杰 他一心想要当上猎人 走上和父亲一样的路 阿姨米特不想让他当猎人 便出了一个大难题 只要他钓到大王鱼 就让他去参加猎人试验 可这种鱼 五个男人都钓不起来 光是一个12岁的小孩子又怎么钓得了 但20年前 小杰他爸爸金 也是在这个年纪钓到的大王鱼 所以小杰富可老爸的辉煌也没什么不能理解 小杰费尽千辛万苦和大王鱼一番搏斗后 成功将其拖上岸 米特阿姨这下没话说了 小杰心花怒放 铁了心要去猎人试验 他想靠当猎人这条路 找到抛弃自己的爸爸 米特阿姨告诉他 你爸就是因为当了猎人才抛弃你的 他选了猎人 而不是你 小杰却不伤心 还说 那不正好说明当猎人很有意思吗 而且 猎人既然能让老爸那么着迷 那自己也想试一试 临走前 小杰跟米特阿姨保证 自己一定会考上 成为猎人后一定会再回来 随后 他坐上大船 带着整个村的希望出发了 上船后 小杰敏锐地感觉到 就是这么说的 而且他的鼻子也闻到了 是超级大的暴风雨 老船长十分震惊 听说 他是从鲸鱼岛来的 心头立马有谱了 如小杰所说 没多久这里就迎来了暴风雨 船上的人都被晃荡的船摇得头晕呕吐 只有小杰 库拉皮卡和雷欧利 以及船员卡兹欧没有晕船 船长问 想参加猎人试验的三人 为什么想当猎人 小杰说自己老爸就是猎人 他想知道 让老爸这么着迷的职业到底有趣在哪 老船长确认小杰就是金的儿子 来感叹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吗 雷欧利和库拉皮卡拒绝回答老船长的问题 可下一秒 老船长就宣布 不回答问题 就当两人中途弃拳 因为猎人试验早就开始了 晕船 问问题 都是考试中的一环 现在 这船上的人除了他们三人外 其他都已经向审查委员会提报淘汰了 老船长还说 他们仨能不能进入正式试验 还得看自己心情 库拉皮卡这才开口 他是库鲁塔族的幸存者 他为了追捕四年前诛灭同胞的盗贼集团 幻影旅团 才励志成为猎人 雷欧利认为想报仇随时都可以 没必要特意成为猎人 库拉皮卡说 雷欧利头脑简单 问得太蠢了 以猎人的身份才能更快达成目的 雷欧利很生气 却被小杰问道 你又为了什么当猎人呢 雷欧利的目的很纯粹 那就是钱 当上猎人后 豪宅名车随便选 妥妥的人生巅峰 库拉皮卡又嘲讽了两句 雷欧利便叫他去外面决斗 正巧 船只遇到了龙卷风 海浪四起 船员卡自欧收翻的时候 被荡了出去 雷欧利和库拉皮卡伸手去抓 却差了一点 好在小杰飞身上前 拉住了卡自欧 而雷欧利和库拉皮卡 一人拉一只脚 把他和卡自欧拖了起来 经历了这么惊心动魄的危机 雷欧利和库拉皮卡和好 三人得到了老船长的认可 随后被送到了下一站 多雷港 船长告诉小杰 朝山顶上的沙漠走 是通往会场的捷径 但隔墙有耳 满汉也听到了 小杰想照船长给的路线 朝山上走 库拉皮卡表示 走哪都无所谓 但他要跟着小杰走 雷欧利想到巴士去会场 但他刚走出去 就听到有人说 巴士是陷阱 于是他又扭头 跟着库拉皮卡 山上有一座城镇 挡路的老太太说 只要五秒内 答对二选一的选择题 就能让他们通行 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满汉 等不及了要自己上 便听老太太问 你妈和你爱人 被坏人抓住了 而你只能救一个 选哪个 忙还秒答 当然是救妈了 妈只有一个 爱人没了可以再找 老太听完她的话 便让她过去了 雷欧利觉得 这问题多少有点毛病 这种问题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怎么可能这么草事的 一笔带过 这话点醒了库拉皮卡 这问题 只是个简单的圈套罢了 老太对他们撒出的提示 你的儿子跟女儿被绑架了 只能救一个 救哪个 雷欧利气得想捶人 老太刚倒数五个数 他就抡着棍子锤了上去 既然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解决出问题的人 库拉皮卡拦住他 说这一关已经过了 答案是沉默 问题要求五秒内二选一 可没得选的时候 就只能保持沉默 忙汉虽然说了答案 可老太也没说 那答案是对的 老太肯定了库拉皮卡的说法 还给他们指明了 去下一站的路 沙漠下小木屋 住者的夫妇 是他们的领航人 只要通过他们的审核 就会被送到会场 雷欧利真诚地跟老太道歉 准备走时 小杰还在琢磨 到底该选谁 谁也不知道这题 会不会真实出现在生活中 但在这事发生之前 他们都应该有心理准备 这才是这次考核的真正用意 三人走到小木屋时 却发现屋内 有变换魔兽兄弟狐在伤人 倒地的男人 拜托他们舅舅被带走的妻子 于是 小杰和库拉皮卡 追着兄弟狐到了森林 雷欧利则留在木屋 照顾受伤的男人 小杰跟在兄弟狐身后 穷追不舍 库拉皮卡接住了 被丢下的女人 却发现 她的刺情不对劲 这时 雷欧利也追上来了 库拉皮卡认为 她明明答应看好伤患 却不顾后续危险追上来 一点都不负责 便出手教训她 没想到误打误撞 打破了兄弟狐的伪装 库拉皮卡接着问 女人又是什么来头 这边 小杰和兄弟狐几番缠斗后 却问她 你到底是谁 我刚才打的不是你 兄弟狐哈哈大笑 宣布测验结束 他们一家都帮忙测试 和筛选到会场的猎人后部 女人和男人不是夫妇 而是兄妹 女人手上的刺青是 当地女性 为证明自己终身不嫁而刺的 库拉皮卡通过刺青找出问题 这就证明她相当博学 能通过测试 雷欧利虽然到最后 都没发现男人的真实身份 但她反应迅速 而且很有感染力 所以她也合格了 而小杰 有突出的观察力和运动神经 当然也合格了 于是 这一大家子 带他们撒去了萨巴市 通过简陋的小贩馆里的电梯 三人来到了地下会场 这里挤满了人 拿到号码牌后 东巴凑过来跟他们搭话 东巴可不得了 她已经参加过35次连人试验了 可谓是经验丰富 她热情地跟三人介绍 会场里的种子选手 这时 一道惊呼声传来 有人手臂竟然变成花瓣消失了 原因是 她走路不看路 撞到了魔术师西索 西索其实昨年也来了 那时 她本来都要通过考试了 却把不顺眼的考官 打了个半死 才变成这样 说完 东巴拿出三瓶 颤了超强力泄药的果汁给三人 但小杰却一口吐掉 还说 这东西已经过期了 东巴骂骂咧咧走开了 她被称为新人杀手 就是因为她喜欢搞这些新人 可今年来的新人 一个个的都不上当 她问了好几个人 都拒绝了泄药饮料 这真是 一介比一介难忽悠 但她没想到 刚才忽悠过的奇亚 竟然主动找她再来一瓶 东巴亲眼见奇亚 咕咚咕咚喝下去 竟然有一瞬间 担心她会脱水而死 奇亚却说 贪心我 放心吧 我是练过的 读对我无效 忽然一阵灵响 报名时间正式结束 接下来 就是正式的猎人 第一次试验 404名选手全员参加 在萨茨带大家去第二次试验的会场 为什么是第二次 因为现在跟着她走 就是第一次测试 萨茨越走越快 后面的人渐渐跟不上了 30多公里路 一行人差不多 人群中的奇亚格外瞩目 因为只有她在划滑板 得知小杰跟自己同岁后 奇亚收好滑板 表示要和她一起跑 又过了俩小时 大家都快跑了60公里了 但萨茨还没有停下来 刘莉要不行了 她休息片刻后 又重新振作起来 甩掉皮包往前冲 小杰用吊钩 捡起她的皮包跟了上去 拉到阶梯的时候 他们已经跑了80公里了 萨茨加快了脚步 有越来越多人被丢下了 小杰和奇亚约好比赛 谁输了 就请对方吃饭 与此同时 雷欧丽为了减负 上半身都发光了 库拉皮卡见状也脱下外套 她追上雷欧丽 问她是否真的是为了钱 才选择当猎人 但怎么看 她都不像是食材如命的人 雷欧丽没回答库拉皮卡 库拉皮卡便自顾自的说了起来 库鲁塔族遇袭 是因为红火精 这是库鲁塔族特有的特殊体质 情绪高昂的时候 瞳孔就会变成像烈火般的火红色 这种鲜艳的颜色 被称为世界七大美色之一 还被人用高价在黑石中买卖 遇害族人眼睛都被挖走了 这就是非要抓到幻影旅团的理由 她要找到这些元凶 将同伴们的眼睛 一颗不胜的拿回来 哪怕是成为自己最讨厌的 舍弃尊严的家犬猎人 她也要为族人报仇 与同伴们的痛苦相比 尊严毫无意义 刘莉说自己的究极目的 还是为了钱 要是有钱 朋友也不会死了 她的朋友 因为付不起医药费去世 之后 她想成为医生救治更多人 可要当那种能免费给人治病的医生 需要大量的钱 所以她才想努力当猎人赚钱 此时 琪亚跟小杰说 她来这里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说猎人试验超难考 她想这可能很有趣才来了 两人聊着聊着 跑出了洞口 因为同时到达终点 没有胜负 所以小杰提议 自己请琪亚吃饭 但琪亚也要请自己吃饭 这里是被称为 炸骑师巢穴的施美乐师弟 是通往第二次试验会场的必经之路 这里有很多骗人狡猾的生物 顺带一提 被骗的话会死的哦 这时却有人走出来 说萨茨本身就是人面猿变的大骗子 还说自己才是考官 琪索不夺听她爸爸 给她和萨茨一人来了两张卡牌 萨茨顺势接住 而能人中牌倒下 旁边的人面猿跳起来 慌慌张张逃走了 由此可见 萨茨才是货真价实的考官 毕竟真的考官 都是猎人无偿担任的 不可能接不住这么简单的攻击 萨茨同意吸索的看法 但警告她 下次不管有什么理由 都不能对考官动手 之后仅剩的368名考生 又跟着萨茨跑起来了 农屋重重 很难分清方向 小杰和奇亚跑在最前面 许多人被耍剑草玫瑰 和迪雷姑催眠蝶干掉 还有部分人 被模仿考官声音的唬人鸭 又拐到陷阱里送了命 小杰和奇亚 掉进了懒人妈的嘴里 但奇亚到处东巴给的饮料 让她把他们都吐了出来 而雷欧丽和库拉皮卡 却在浓雾中迷路了 和草玫瑰打了两回合后 两人继续追前面的人 期间 他们偶遇了被围攻的西索 西索一张牌 一个圈秒杀全场 库拉皮卡 让雷欧丽和自己分开跑 但雷欧丽实在看不惯 不到半小时 又拎着棍子回来了 雷欧丽不是西索的对手 就在西索要抓住雷欧丽的时候 小杰一杆子打了过去 西索觉得小杰比雷欧丽有意思 却笑嘻嘻告诉他们 你们已经合格了 他接到电话 要赶往第二会场 走时 还顺便把晕倒的 库拉皮卡跟着小杰 闻着雷欧丽的香水味 追到了第二会场 比斯坎森林公园 库拉皮卡认为 西索不杀他们 是因为他们身上 有他欣赏的特质 至少是认可他们的 至此 西亚 小杰 雷欧丽 库拉皮卡四人组会合 此时 还剩下的考生只有148名了 第二次试验的考官 美食猎人 门奇和卜哈拉 这次试验的主题是 选手们要做出 让他们俩满意的料理 主材料是丛林里 唯一一种猪 毫比狂猪 他们的鼻子非常坚硬 但额头却非常脆弱 小杰发现了这点 随后整队人 都顺利带回了猪肉 架上了烤肉架 卜哈拉见谁的料理 都觉得满分 但门奇很挑剔 谁都不满意 因此 他宣布试验结束 全员不合格 偷偷观察的萨茨赶忙叫 脸人试验最高负责人 尼特罗会长来说是摊子 这才给了考生们 第二次测试的机会 门奇提出的新考题是 去马虎山做白煮蛋 所谓的蛋 是葡萄猪的蛋 也被称为梦幻之蛋 只有深不见底的山谷间才有 被列为世界上 最难以取得的珍贵食材之一 门奇飞速跳下山谷 示范了如何取蛋 随后四人组 二话不说也跳了下去 小杰发现跳下去不是问题 问题是要等到山谷里的那阵风 众人都注意到 只有小杰会坐这梯 便跟着他抄答案 随后都吃上了美味的白煮裤刀蛋 这次测试后 只剩下42人 合格者们坐上了 去第三次试验会场的飞行船 下一个目的地 要明早8点才能到 所以大家都在自由活动 奇亚跟小杰说起家里的事 他们家全都是暗杀界的 没有一个例外 而他是所有人中最被看好的一个 他想自己决定未来 和父母大吵一架后 他用刀划了母亲的脸 和哥哥的肚子 就离开了那个家 他还说 等成为猎人后 一定要回家把他们一网打尽 他们每个人的奖金肯定都很高 你可真是个带孝子啊 俩人正说笑着 会长走过来邀请他们玩游戏 如果他们俩能在游戏中获胜 就会让他们当猎人 游戏内容是 在明早8点之前 从他手上抢到球 奇亚用家族暗杀术支驱 利用脚步移动的缓急 制造出无数个幻象 用来迷惑对手 会长叹道 年纪轻轻 就能把支驱用得淋漓尽致 真是后生可悖啊 但他的实力也不止于此 奇亚白脚偷袭 但姜还是老的辣 反倒是奇亚的腿 被割得快要骨折了 小杰冲上前打算正面攻击 却一头撞到了天花板 痛到在地上打滚 接着 三人玩起了篮球袖 小杰抢着抢着竟然脱掉鞋子 延长了踢的范围 奇亚看准机会 从背后偷袭会长 眼看球要被抢了 老爷子急了 一个闪身将球捡了回来 奇亚看出 老爷子几乎没用右手跟左脚 仅一只手一只脚 就把两人耍个团团转 这样就算追一年 都不会有结果 奇亚称自己去睡觉 但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了人 两人想教训奇亚 却被他秒杀 此时 小杰还在球场和老爷子周旋 几番争夺后 他才让老爷子使出右手 随后他高兴地倒地就睡 第三次猎人实验 从建井塔的塔顶开始 其实二小时内 活着从塔顶下到地面就能合格 有人自信满满 从塔顶向下攀岩 却被树枝大鸟干扰 吞入鸟肚 而从塔顶地面暗门走的 选手有去无回 此人组一人一到门 约好在地面碰头 但跳下去之后才发现 底下只有一个大坑 第三次试验的考官李博 告诉他们 这座塔里准备了好几条 可以往下的路线 而他们选择的是 少数服从多数 这条路 不凑齐五个人无法开始 可他们等了两个小时 都没有第五个人来 脾气火爆的雷欧力 正要发作 东巴忽然从上面掉下来了 但东巴故意按错按钮 雷欧力差点 五人来到了一个平台 和他们面对面的 是被囚禁在这座 建经塔的囚犯 五人要和他们 一对一战斗 只要能让对方认输就算赢 只要三胜就能通过 这些囚犯 只要每拖住一个考生一小时 就能减少一年刑期 而他们在建经塔的时间 只有72小时 东巴自告奋勇 先出场迎战 第一场的比赛内容是死斗 一决胜负 但东巴摆好姿势 立马就跪下认输了 雷欧力扯住东巴一领 问他为什么 东巴这才说 自己并不追求合格 他只想看考试者绝望的表情 奇亚认为 东巴的选择很对 和那个大块头大 东巴显然没有胜算 坚持下去 反倒会被拖延时间 速战速决比较好 第二次上场的赛扎 是个炸弹框 他拿出两根 一长一短的蜡烛 先熄灭的人算输 但选哪根蜡烛 要少数服从多数决定 一般人都认为 短蜡烛被做了手脚 所以扭头选长蜡烛 可要是都没有做手脚 选长的不就完蛋了 这是心理战 库拉皮卡让小杰自己选 小杰毫不犹豫 选长的那根 理由是 蜡烛越长 烧得越久 然而同时点火 一根蜡烛正常烧完 至少得五六个小时 但小杰选的那根 本都用手脚 蜡烛烧得很快 其实对手有四根蜡烛 不管小杰选哪根 他都会拿到有问题的蜡烛 小杰把蜡烛放在地上 然后扭头朝犯人奔去 吹灭了他的蜡烛 获得了胜利 下一个对战的是 库拉皮卡和肌肉怪 肌肉怪已经杀了19个人了 他打算在这里 再干掉一个凑整 比赛规则很简单 那就是互殴 达到死为止 肌肉怪肌肉膨胀 秀出了自己的独门绝技 赤手空拳就打出了地板 奇亚看出 他不过是虚张声势 但将他转身 秀出第二个绝技 这时大家都注意到 他背后有幻影旅团成员 才有的标记 肌肉男其实想用这两招 吓唬他们 让他们放弃和自己打 同时 他还自称是旅团死天王之一 库拉皮卡阴沉着脸 两眼通红 一把抓起肌肉男就揍 还警告他 第一 真正的幻影旅团标记上 蜘蛛刺青的图形里 可有团圆的编号 第二 他们也不会费尽心思 去数自己杀过多少人 第三 这辈子 别再提起幻影旅团的名字 不然自己会送他下地狱 而且不光是这个标记 一旦看到蜘蛛 自己也会控制不住 但下一位囚犯上场却说 库拉皮卡那场还没有分出胜负 肌肉男只是晕倒了 他们必须要一直站到 其中一方认输或是死亡 而肌肉男还活着 也没有认输 所以不做数 雷欧利让库拉皮卡去补刀 但他不愿意趁人之威 想等肌肉男醒了再说 雷欧利称举手表决 要不要去干掉肌肉男 可只有他一个人被孤立 东巴认为 这正好中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圈套 雷欧利多次被团队反对和孤立 精神一定在崩溃边缘 到那时整个团队瓦解 五个人都会失去资格 同一时间 西索来到一个小黑屋 见到了去年被他打得半死的考官 他称自己要一血前耻 说完 他就秀出了他的无限四刀流 操作华丽且不失精度 但他的刀在甩出去的时候 被西索接到 他杀眼了 老子辛苦练了大半年 怎么这就被破解了 西索舔了一下刀口 还顺势秀了一把 啊 原来这么简单啊 然后 前来复仇的小伙当场凉凉 随后 他走到第三次试验的终点 总用时 6小时17分 成为第一个通关的人 可小杰这边问题大了 肌肉男孩没有醒过来 齐亚猜他不会死了吧 雷欧利想过去确认一下 囚犯小姐姐 却提出用50个小时的时间 做赌注和他对赌 每次以10小时下注 双方轮流提问 如果雷欧利的时间归零 则他们离开这座塔的最后实现 就要少50个小时 如果囚犯方时间归零 他们所有人的刑期 就自 雷欧利接受赌局 第一次 他赌肌肉男孩活着 果然 他只是躺在那里装死 可躺得越久 消耗的时间越多 这又对小杰等人很不利 第二次 雷欧利赌肌肉男 是不是真的晕倒了 这又让装睡的肌肉男懵了 他刚才接到纸条 让他一直装睡 可没想到 雷欧利竟然想把他 从高台上推下去 依次判断 他是否真的晕倒 小姐姐知道 这局输了 便用40个小时 改赌肌肉男 不是真的昏过去了 雷欧利也慌了 露出了马脚 雷欧利救下他 雷欧利骂马咧咧说 老子才不要什么特赦 还是待在牢里比较安全 可这下 小杰等人两胜一败 以时间为赌注的赌局 却80比20了 小姐姐出最后一题 赌他到底是男是女 雷欧利毫不犹豫 猜他是男 这样他就可以随心所欲 检查小姐姐的身体 而且 不管是猜对还是猜错 自己都不会有损失 即便错了也无怨无悔 但擅长赌博的小姐姐 已经看穿她的思路了 小杰原本想让雷欧利 赌她本人是不是十几岁 但雷欧利自曝 称这题没难度 自己怎么看都只有十几岁才对 小姐姐傻眼 这怎么都看着 像个上了年纪的大叔啊 雷欧利决定用猜拳分胜负 但小姐姐却一口气 赌了80个小时 对于头脑简单的雷欧利说 这场他完全输了 库拉皮卡解释道 人在紧张的时候 不太能张开身体 因此雷欧利第一场 一定出石头 西亚补充道 只要一直出石头 结果就只有赢跟平局 但小姐姐一直在玩心理战 雷欧利开始动摇 根本冷静不下来 即便小杰跟她说了出剪刀 但她还是按照直觉出了石头 扣掉书给小姐姐的50个小时 小杰他们 只有不到10个小时的通关时间了 但下一场 和西亚对战的是金发大叔乔尼 雷欧利劝西亚不要跟她打 因为她是出了名的罪恶杀人犯 已经有146名射害者 在她手里凄惨死去了 她卧力极强 和她打只有死的份 西亚丝毫不慌 还和她立下规则 死的人就算输 仅一秒的功夫 西亚就取出了乔尼的心脏 赢得了第三场的胜利 但他们要在小屋里 补上刚输掉的50个小时 这50个小时分外难熬 该打的都打了 输也看了 众人熬得无聊至极 这才终于走出小屋 可他们出去就迷路 遇到了好多危险 这才走到了表决的最终分歧点 他们要在这里选两条路 一条是五人通行 但路程艰苦 至少得花45个小时的远路 另一条是仅限三人通行 但路程简单又好走 只需要三分钟 就我们到终点的捷径 只要将余下两人靠起来 门就会打开 小杰想选五个人一起的路 但其他人都想自相残杀 东巴仙拿起武器和雷尤利打了起来 小杰看他们的战斗痕迹 猜测这里还有其他的路 便五人一起挤进第一条路 朝墙壁挖 直接穿到了简单又好走的路上 最终 五人都一起通过了第三次试验 第四次试验的考场在塞比卢岛 现在只剩下24名考生了 他们抽签找对手 要一星期内拿到对手身上的号码牌 手段不限 就算杀了对方都无所谓 自己和对手的号码牌都是三分 其他人都是一分 想要晋级至少得要六分 小杰抽到的恰好是强的离谱的吸索 而其他对手 只不知道是谁的199号 上岛后 小杰一直在琢磨 怎么拿到吸索的号码牌 他偶然撞见 有考生用涂了塑效麻醉药的弓箭 麻醉对手抢走号码牌 他深受启发 想先不动声色靠近吸索 然后趁机拿下他的牌子 随后 他不断锻炼自己的精准度 预测动物们的走向 经过苦练 小杰在第二天 就完全学会了准确锁定对手动向的技巧 他发现身后 跟了一些追着血迹的蝴蝶 想到吸索之前受伤了 便尝试着放蝴蝶找他 结果 东巴遇到了雷欧利 雷欧利说自己肚子疼忍不住 东巴认识雷欧利的对手彭斯 他想用彭斯的情报换取血药 雷欧利答应交换 却在打开药箱的时候 被身后的猴子大哥抢走了号码牌 由来东巴和猴子哥交换了目标号码牌 他本来的对手就是雷欧利 而东巴跑路的时候 却被库拉皮卡拦下了 库拉皮卡和雷欧利联手 抓到了东巴和猴子大哥 库拉皮卡的对手是东巴 这样一来 他手上已经有六分了 猴子大哥只值一分 根本没用 看来最关键的 还是找到本来的对手彭斯 这边 西索却和一个大叔打起来了 男人浑身是伤 早就大石血要挂了 来找西索 只是为了死得痛快点 西索没有动手 吉他拉库已经有六分了 便随手把多的号码牌给了西索 这是刚才拿枪指着 他的小姐姐的号码牌 由于看他不顺眼 就一手把他解决了 吉他拉库拔掉脸上的针 露出了针绒 随后他就底巴洞钻了进去 西索打算再去凑两分 正好看到了库拉皮卡和雷欧利 小姐也跟了过去 西索并没有立马和他们战斗 库拉皮卡便和他谈条件 现在他和雷欧利手头有四张号码牌 他们愿意让出一分的号码牌 如果西索不愿意 非要硬抢的话 他们不会认输的 西索收下了一分的牌后 整个人就像入魔了一样 他浑身都冒出黑烟 身体止不住的亢奋 他就喜欢这种 把猎物养肥了再杀的感觉 小姐跟在西索身后 看着他第二次发动进攻的时机 抢走了号码牌 西索觉得小杰很有意思 不愧是自己一开始就看上的人 小杰正激动着 他脖子上突然中了一箭 全身乏力倒下了 格雷塔已经懂他很久了 他一下子拿走了他的号码牌 还多拿了西索的牌 但不到片刻 西索就把格雷塔干掉了 扔在小杰面前 西索的目标正好是格雷塔 便拿走了他的号码牌 还把自己的牌送给小杰 小杰不想欠人情 非要还回去 却被西索狠狠揍了一圈 他说 等你能往我脸上 回出这种重拳的时候 我才会收下号码牌 被西索完全压制 小杰感觉无比屈辱 在小树洞里沉思了一夜 而奇亚这边 他遇到了倒霉三兄弟 巧的是 奇亚的目标正是其中一个 于是他轻松拿下了 三人的号码牌 还随手把剩下两兄弟的牌 扔了出去 一直跟踪三兄弟的伴葬 想要的是197号 可他找到的 只有奇亚扔出的198号牌 因为奇亚刚才注意到了伴葬 扔牌的时候 故意换了一下 奇亚正琢磨小杰在哪的时候 小杰已经和雷欧丽 库拉皮卡会合了 现在就差彭斯的号码牌了 可彭斯是用药高手 身上一定有药味 小杰追着药味找去 找到了彭斯所在的山洞 雷欧丽想自己进洞 找彭斯要号码牌 库拉皮卡和小杰不放心 便说30分钟内 他还没有消息的话 他们就会跟进去看 雷欧丽走进山洞 却看到了巴蓬和彭斯 守在山洞的小杰和库拉皮卡 听到雷欧丽的喊叫声 急忙跟了进去 却见他浑身是毒蛇咬破的伤口 小杰为他吸血疗伤 但他们是不能进洞穴的 因为洞里 还有耍蛇人巴蓬留下的蛇 而巴蓬本人已经死了 死于过敏心休克 这又是蜜蜂叮咬引起的 彭斯还原了全过程 他的设斐目标是巴蓬 在洞口放了催眠瓦斯 然后进来找巴蓬 却没想到 他实现安排了毒蛇 而且那些蛇没有被催眠 他想取好马牌的时候 遭到蛇的围攻 但关键时刻 却不小心触发了 他藏在帽子里的蜜蜂 只要他尖叫和倒地不起 这些蜜蜂就会出来帮忙 但没想到 巴蓬竟然就这样死了 蛇王也没有办法解决 彭斯打算坐在这里 等审查委员会 来找他的号码牌 因为号码牌里有定位器 雷欧丽被蛇咬伤 撑不到比赛结束了 于是小杰冒着被蛇咬的危险 抢子了巴蓬身上的解毒剂 救下了雷欧丽 随后 小杰拜托彭斯 用瓦斯将治理的蛇都催眠 他最长可逼弃9分44秒 他有自信救下所有人 最终 他也不负信任 将所有人安全带了出来 胜利通过了第四场实验 这次实验结束后 只剩下9个人了 他们挨个接受了会长的询问 会长问希索 为什么要当猎人 希索认为 当猎人很方便 哪怕是杀了很多人也能免责 而被问到 其他巴人更在意谁 他说是奇亚 虽然他也很在意小杰 但最终 还是优先选奇亚 最后一个问题是 他现在最不想 和那8人的谁交手 希索认为是小杰 这孩子还得好好培养一下 他还说自己 现在最想和会长交手 但会长直接无视了他 等候会面的小杰 跟库拉皮卡说起了自己 被希索怜悯施舍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才想待在别人身边 想尽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别人 因此 他才一直在找库拉皮卡和雷尤利 经过第四次实验 小杰和朋友们 有了更深的羁绊 接下来 就是最终试炼了 通过第四次实验的九位选手 要进行一对一的淘汰赛 采取九进八的赛制 以之前的测评分配对手 有的人有五次对战机会 而有的人只有两次 会长直接明了介绍了审查基准 也就是身体能力值 精神能力值 既然大家都到最终试验了 这两项能力都不会差 最重要的是印象值 简单来说 就是所谓的猎人资质 希亚认为 从实验结果来看 自己不会差 难道就资质而言 比不过小杰吗 会长补充道 比赛很简单 一对一 无限制 只要对手认输即可 但不可以要了对方的命 第一场 伴藏对小杰 小杰想了一大堆策略 却被伴藏一手刀打晕了 小杰死活不认输 不管伴藏怎么折腾他 他都不会认输 三个小时过去了 小杰还在挨打 琉莉和库拉皮卡都看不下去了 小杰却说自己还撑得住 伴藏折断了他的手 还说要斩断他的脚 但小杰当场拒绝 还说自己不想断脚 也不想认输 所以问伴藏 能不能选其他方式决斗 自己被砍腿的话 一定会失血过多死亡 那样伴藏也会失去比赛资格 伴藏短剑戳在小杰头上 小杰也没有低头 他说自己不会让步 因为输了 就找不到父亲了 伴藏无语 转身对审判员说自己认输 既然怼不过 那就自己认输算了 小杰对这个结果十分不满意 他认为两人必须分出胜负 然而因此吵了起来 伴藏干脆直接打晕了小杰 随后向裁判认输 他要赶着去打下一场了 就这样小杰获得胜利 他的骨折断面很赶紧 很快就会痊愈 而且他已经通关了 小杰如伴藏所说 想取消脸人证兆 但萨茨让他想明白 毕竟获得过执照的人 不能再靠执照 最终小杰决定收下执照 慢慢还人情 而在小杰昏迷的这一天里 脸人最终试验已经结束了 第二场淘汰赛 是西索对库拉皮卡 萨茨记得 西索凑到库拉皮卡耳边说了什么 然后他就笑着认输了 第三场是伴藏对鲍库尔 鲍库尔遭到了和小杰相同的境遇 但不同的是 鲍库尔很快就认输了 之后西索对鲍德罗对战 场面几乎一边倒 但鲍德罗不肯认输 西索跟他说了几句后 最终他也认输了 为什么西索这么爱讲悄悄话呢 第五场的奇亚对鲍库尔 比赛一开始 奇亚就认输了 因为他认为跟鲍库尔没有打的必要 但由于鲍德罗受伤 雷欧利延后了第六场比赛 于是奇亚对吉塔拉库的比赛提前举行了 但没想到 吉塔拉库是奇亚的大哥 他的真名叫伊尔弥 因为下一份工作才来考猎人职 奇亚说自己没打算当猎人 只是来试试看 伊尔弥表示这不正好 你一点也不适合成为猎人 最适合你的天职是杀手才对 奇亚却表示自己有想要的东西 他想和小杰成为朋友 他已经厌烦杀人了 伊尔弥认为这都不可能 因为他的眼里 人应该只有杀和不杀的区别 他们一直都是这么教育他的 而且也没有人愿意成为他的朋友 雷欧利沉不住气 朝奇亚喊道 你说想和小杰当朋友 可你们不早就是朋友了吗 至少小杰也是这么想的 伊尔弥认为杀手不需要朋友 不如就把小杰干掉吧 和伴葬雷欧利和库拉皮卡挡在了门口 伊尔弥打算 都拿到执照再来收拾小杰 奇亚被逼到绝境 但他不敢对大哥动手 便主动认输了 之后奇亚就变得像丢了活一样 在刘利和鲍道罗对战的时候 奇亚毫不留情地杀了鲍道罗 也因此丢了猎人试验资格 小杰听完萨茨的话 愤怒地来到会议室找伊尔弥 他让伊尔弥向奇亚道歉 他一把抓起伊尔弥 让他带自己去找奇亚 这时会长走进来 说针对奇亚的淘汰问题 还在审议中 因为奇亚那时候状态明显不对 库拉皮卡怀疑 奇亚当时是被人下了什么暗示 比如杀手家族的催眠术 才会那么莽撞杀掉了鲍道罗 但会长说这些都没有证据 大家便争吵起来 小杰却让大家停下来 说究竟要不要接受自己 通过测验的事实 由自己决定 而且不管他们再怎么讨论 奇亚被淘汰不会再变动了 而已经通过试验的 也不会有所改变 这件事就暂且告一段落 猎人执照可以进入 平常一般民众 无法出入的90%的国家 以及75%一般人无法进入的区域 另外除了95%的公共设施 可以免费使用之外 连想银行融资 也比较容易让大型企业认同 卖掉也足以让大家享受悠哉的生活 纸带上身上 也可以想一辈子轻浮 遗失不再补发 回忆结束后 小杰和库拉皮卡雷欧利找到伊尔弥 奇亚是自己的朋友 他们必须要找到奇亚 伊尔弥却说 奇亚可能已经回家了 在他们一族的居住之地 哭哭露山的山顶 应该可以找到奇亚